我们的资料对比 塞德里克曼和夫二代猛兽 来自苏里南年龄24岁 亚森克莱 Fertes 电脑斗士来自泰国 年龄32岁 克林杰所有选手资料 及详细信息 由权威知识平台 互动百科提供 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 出生在猛人 丛生的苏里南岛 代表荷兰出战 今年24岁 两届超级格斗世界冠军 这一战季52胜 两副一平九次 KO对手 Introducing Cedric 曼和夫 同方选手 当今战里格斗界 当之无愧的王者 如果在世界上 我们常提起泰拳王 这两个字 能够真正为泰王国 顶起这个名字的 恐怕只有泰拳王子 波球 与天下第一的亚森克莱 面对所有的欧洲抢手 作为亚洲的代表 亚森克莱 硬是用自己的扫腿 扫开了整个的世界 他就是电脑斗士 亚森克莱 亚森克莱 酷 亚森克莱 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亚森克莱 出战2017年的 昆仁克莱 诸神之战的小组赛的半决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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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的双方啊 都大有来头啊 知道 赛德里克曼和夫啊 一直在 我们知道他是 给他为什么叫他二代猛兽 大家可以熟悉的全民 应该知道猛兽 曼和夫 他是 猛兽曼和夫的弟弟 也是在去年啊 进入了我们诸神之战的四强 对 亚森克莱就不用说了 真的是亚森克莱回归之战啊 表现出了 非常好的状态 亚森克莱这个名字呀 是个战力 战力格斗技啊 这个舞台之上啊 熊把了将近十年的榜首位置 对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 他这个 精英 精英啊各方面 功力越来越深厚 而且状态越来越好 对 我们看到 这次的状态啊 跟他的回归之战不太一样 呃 还是标志性的这种中扫踢啊 其实明显的 简短的三腿到四腿 已经看到曼和夫在身体上已经 有点 可能会吃不消啊 是的啊 但是曼和夫的特点呢 速度很快 嗯对 而且近 快进快出这种能力啊 也很强 呃 但是面对亚森克莱这么潜入力的压制 呃 可能表现的 哇 嗯 小踢的力量 对 很足 其实曼和夫更像黑曼堵蛇那样 他很快 是的 哦漂亮 这个反击很清晰啊 对 需要的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看仔细 观众朋友们仔细看看 亚森克莱的眼神啊 丝毫被受影响 对 他 哪怕是零点几秒的时间 从来都不会从对手的 面部给离开啊 哇 呃 其实亚森克莱我们说的很厉害 并不是说他是呃 不会被打败 呃 只不过是是他的现在的功力 确实是雄具于所有选手能力之上 刚才我们这个 主持人也说了 天下泰拳踢的人 对 呃 这么说不为过 啊漂亮 一个上钩拳有反应啊 啊 亚森克莱不能 亚森克莱的 太放松了 对 他的腿在厉害下巴也是呃 就像短片里讲的 马上不讲的 他也是人 他也两两条条 对 呃 在库仑爵特别是诸神之战的 这个内台上啊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对 呃 虽然我们都知道亚森克莱是很多人的偶像 但是内台竞技就是这个样子啊 很残酷很现实 对 呃像亚森克莱的这种扫腿啊 其实是很难用用步法或者说是身法去 躲避 很难 因为他真的是有那种很扫千军的那种 呃力量和 我们看亚森克莱的腿啊 像是 看通过第一局啊 亚森克莱虽然没出那么多动作 但是一直在找这个曼科夫的这个节奏 在找这个发力的距离 啊 小心到这种角落啊 我刚才提示曼科夫的头部撞到了 但是曼科夫也不是故意的 刚才是身体的一个失衡 头向前 我们看一下亚森克莱的脸好像有开口子啊 哇 呃 双方的头刚才出血了 呃 是美股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看一下 美股下方眼皮上方 对 刚才 哎呀 刚才是 双方的头撞到一起 呃 在曼科夫一个身体失衡 呃 身体前倾的时候 头部撞到了亚森克莱的眼睛 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啊 我们看一下啊 是在 其实是在 亚森克莱做前手摆拳进攻的时候 在做进攻的时候 其实曼科夫也有点重心失衡啊 对 OK 应该影响不太大 呃 如果说亚森克莱回给诸神之战的擂台 是因为 这种意外 我们就觉得太可惜了 真的是无法接受啊 太可惜了 呃 曼科夫也是 也很贼的 漂亮 哇 我明明知道你的这个眼角可能已经开裂了 这个时候你在进攻的时候肯定会心里有所忌惮 那么我抓住这个机会 呃 趁着你进攻有所忌惮 连续的组合输出 呃 曼科夫的这种组合拳的运用啊 呃 亚森克莱也要注意 一旦被亚森克莱逼到这种程度 基本上是完全亚森克莱的重击的这个时刻 曼科夫为什么现在这段时间一直在等呢 要不就转出来啊 因为亚森克莱的力量是非常好的 而且亚森克莱每次重击结结束对手 都是在这种把对手逼到省脚之后 对 我看准备西阀 曼科夫现在有点决作被压制了 批 批 批硬术啊 对 这个时候亚森克莱逼近之后只能做简单的区别防守 对 哇 这个少踢真的很重 呃 曼科夫其实真的是有几次拳法的运用啊 真的是效果非常不错 我刚才在这个曼科夫就是抱头防守的时候 头部马上又一次撞到了亚森克莱 蹭了一下 所幸不是他刚才受伤的位置 我看看现在 漂亮继续曼科夫的拳法啊 对亚森克莱还是有一定的打击能力 有一定的威胁 啊 亚森克莱为什么现在去打这种中进距离了呢 哇 我可以对比一下两个人的这个腿腿的力量感啊 漂亮 要晕了 这下很重啊 基本上 亚森克莱的每一拳只要清晰击中都是可以结束对手的 我们没有战力独秒 哦 曼科夫在坚持啊 很聪明啊 马上把身体贴近啊 对 亚森克莱这个后手拳钻的 太刁钻了 从整个的防守位置就找空袋钻进去 哇 曼科夫也是很强啊 但是亚森克来抗打能力真的是很好 对 看来所有的动作 其实他都是单个动作呃 强行累加起来 并不算是组合动作 他每个动作都是很实在的单个动作 啊 一个戒队小拽 看得出来曼科夫如果觉得这个这局这拳 亚森克莱的距离近了 曼科夫会表现得非常谨慎非常小心 对 哦 再一次扫踢 标志性的啊 后手拳又打进去了 记服 曼科夫 曼科夫真是有点压力了啊 印度不够来了 哇 标志性的中扫踢 一旦亚森克莱的扫踢跟重拳结合起来 我觉得几乎是无敌的 对 啊 我们在这个位置也能看到 亚森克莱 哇 这个后手拳很准很重啊 直接穿透 曼科夫不要把自己自己困到角落里啊 要出来 区别防守面对亚森克莱这样进攻力和杀伤力如是强劲的选手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现在曼科夫为什么动作也发不出力呢 这个远距离的上钩拳啊 其实效果并不太好 但是曼科夫的组合拳还是能打进去的 能打破亚森克莱的防守 但是 他现在是被亚森克莱这个整个的身体力量 压制住 压制住了 在体能消耗上 在体能消耗上也很大 对 因为这是完全是压力在消耗自己的体能 好漂亮 一个后手拳 因为身体是不会说谎的 所有人的身体都会对你 呃 有一个很直接的反馈 曼科夫每一次主动进攻啊 都要面临亚森克莱 前有力的反击的机会啊 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非常小心 哇 曼科夫现在的 对头部的防守也是很严密啊 但是亚森克莱这个 这个拳就像轮了一个大摆锤一样 直接给你打进去 好 哇 好的 这一拳 跟得很快啊 这个吸击也有效果 有效果了 其实 亚森克莱 你看刚才 其实很长时间 有一个细节 刚才亚森克莱 对 有点稍微 主动抱住这个曼科夫 要缓解一下 其实呃 抛去美股的伤势不说 亚森克莱已经两三年没有打过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了 对 没有面对过这么强劲的对手 对 现在比赛还有20秒 而且曼科夫太针对啊 其实 呃 确实是从单个实力上 还是有一定差距啊 但是整体技战术上 曼科夫还是有做研究 5号裁判 judge number 4 30比27 3027 5号裁判 judge number 5 30比29 3029 and your winner by and your winner by 比赛结果 sab San wherein 合正 徒